对于贸易这件事,一位清朝官员和一位美国总统,跨越了一个世纪,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。 2019年,特朗普,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,尤其是中国。 1896年,李鸿章,贸易保护只会降低美国竞争力。 就在几个小时前,特朗普又签署了一份国家紧急状态令,在此紧急状态下。 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。 几乎所有的外媒都已经猜到,这是特朗普政府以网络安全为名,为中断美国企业与华为业务往来而设下的右翼圈套。 而这背后,一种普遍的中国制造恐惧症正在西方。 甚至亚洲各国开始蔓延,嘴上说着不要,身体却很诚实。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,英国铁路高管前往中国与五家铁路企业商谈,想让中国帮忙建设高铁。 但是,英国保守党却忧心忡忡。 他们不是怀疑中国的技术,而是怕得罪同盟国。 前一阵子,北京大兴机场正式完工。 现已进入试飞阶段,1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。 全长146公里的排水沟,多条轨道下穿。 时速250公里的动车将从机场停机坪下午减速通过。 令世界震惊的是,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。 从设计到完工仅用三年时间,每日邮报用卫星将大兴国际机场更新的速度记录了下来。 这变化令人叹为观止。 要知道,号称亚洲最大的苏万纳普国际机场,占地才30万平方米,从1959年就开始讨论。 直到2006年才正式竣工,历经50多年。 上一次,中国制造震惊全世界。 还是1909年瞻天佑领导下的金章铁路,绵延37公里。 历时4个月,穿越极其复杂的地形和山体。 无数人都在问,究竟中国是怎么做到的。 相比效率和技术,英国增加一个地铁线站,从是否修建,到如何修建。 花费了15年,这要是放在中国,5条地铁线都给你修好。 这种效率和速度,让许多西方国家既羡慕,又极度。 他们的牟利多年的铁饭碗终于要端不住了,为什么是中国? 怎么会是中国,凭什么是中国? 中国制造业从弱小到强大,从强大到核心,如今可以说是制霸世界。 这也让那些西方国家坠坠不安,从前的暴力行业。 如今竟要让中国生生分去一大块。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5G产业,5G不仅是技术之争,更是国家战略和利益之争。 试想一下,每平方公里连接100万台设备。 传输一个数据包仅为1毫秒,并提供每秒20TB的下载速度。 移动通讯这盘期,已经持续多年。 我们现在能想到和互联网有关的产业,基本都和美国有关。 从2G时代开始,美国、欧洲、日本,这三家基本上确立了全球的通信标准。 但是,美国不满意这样的结果,二战以后,欧洲经济上一直和美国对垒。 直到上世纪80年代,日本制造业疯狂崛起,很大程度上超过美国。 美国于是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,这个计划是由谁来定义? 当然是美国人自己。 3G时代,为了排挤欧洲和日本。 美国不得不联合中国,推动3G保留最大标准。 4G时代,欧洲又联合中国,把美国挤出4G标准体系。 这个过程,全球通信设备制造企业逐渐形成。 华为、爱立信、莫基亚、中信各有优势。 但是,当5G时代来临,中国却依其绝尘,从一个跟随者变成了一个创造者和制定者。 扶大厦于江青,力压其他三大运营。 在此之前,几乎所有西方社会都在质疑,觉得中国人有什么资格搞自己的标准。 跟随欧洲,美国的标准不就好了吗?购买美国的芯片不就可以了吗? 让西方帮着中国搞建设不行吗? 但按这个心态,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核心产品。 在创建5G的过程中,无数的科学家、技术人员, 顶着重重压力和骂名,忍辱负重。 如今,全球这么多国家和市场,利润如此之大, 美国岂会眼睁睁地看着蛋糕被中国分掉。 除了中国引以为傲的5G产业,再举一个中国制霸世界的例子。 那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看的电视机。 2009年,美国本土销量最好的是索尼加的Bravea。 组装自中国,但是拆开内部一看。 只有一个红色部件是中国制造,中国只是完成了组装任务。 但是,到了2017年。 同样是美国本土电视机销量冠军TCLS系列, 绝大部分零件全部来自中国。 如今,电视从液晶屏幕发展到巨幕,再到激光电视。 买一台100英寸的超大屏电视,要花多少钱? 在海信,需要79,999元。 在创围,需要18万元。 在索尼,需要499,999元。 这些价格都让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望而却步。 但是,打开某宝,就会发现。 这些在国外卖到50万的电视,被中国人搞成了白菜价。 只要一两万,你也能弄一台回家,而且还是激光电视。 一提到电视,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液晶显示屏。 这是由于长久以来,西方社会垄断技术所造成的。 液晶显示全球专利申请前十位中,韩国企业二家,日本企业七家。 中国企业寥寥无几。 直到近些年,中国企业终于在激光电视上占据了绝对优势。 在激光电视面前,液晶电视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了。 激光电视,就像是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一样。 通过投影将是画面呈现在观众的眼前,视觉效果并不是液晶电视所能相比的。 早在上世纪,索尼就已经在激光电视中投入大量的科技和资金,但是收效甚微。 直到中国企业研发了这项科技,才得以拒绝外国产品大量的专利费。 打破了电视机的行业垄断。 如今,美国也想重回制造业。 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致力于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的手中。 甚至特朗普倒贴赔钱,也让富士康来美国。 讽刺的是,2013年,奥马巴在迈阿密港口演讲,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。 一阵风吹落了起重机上的国旗,意外露出了中国品牌标志CTMC。 很难相信,在短短十几年间,中国制造已经遍布全球许多重要领域。 高铁,华为通许设备。 手机,海尔。 美的,格力。 肩负20,东风21D。 北斗,轻薅素,人工角膜等等。 现在,你能相信,为什么全世界都讨厌中国,但却又摆脱不了中国? 当然,除了5G产业,高铁,建筑行业。 在中国还有无数正在崛起中的制造业。 他们小到只有一个城镇那么大,却悄悄占据着全世界。 2017年底,在中国行政区域规划地图上,有34个省,334个市。 而到了县级,多达2851个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,除了自己家乡和一二县城市。 这些多如牛毛的小县城实在认不清楚,但是他们却掌控着。 大到美国大选,小到吃喝拉撒。 先说一下来自中国义乌的神秘大数据吧,早在特朗普竞选总统前。 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所有的声音都认为希拉里必胜。 但是,来自义乌的神秘大数据却说,特朗普才是下一任美国总统。 原因是,义乌小商品城承包了美国大选中几乎所有的道具、旗帜、面具等等。 根据粉丝数量、经济实力,小商品城的老板成功预测了美国大选。 在中国的南方江苏省,有一个城市丹阳。 拥有全球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,眼镜产量占全国生产总量75%,占全世界50%。 这些大牌的眼镜都出自这里,甚至还开发出了配眼镜油这样的旅游资源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 泰兴市黄桥镇,大家可能不太熟悉。 这个小镇是一个千年古镇,除了风景独特之外,这里还出口小提琴。 印象中,小提琴是西洋乐器,理应出自欧洲那些工匠和厂商。 但事实是,黄桥占全国提琴生产总量的70%以上。 占世界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到一半,是世界最大的提琴产业集聚区。 1995年黄桥第一次推出了凤铃牌提琴。 并在往后的20多年里连续世界销量第一。 还有最奇葩的山东省,山东出了高考出名之外。 还有一样东西深受日本欢迎,那就是棺材。 众所周知,日本不时兴火葬,山东河则承包了日本九城的棺材。 还有的商家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日本文化,还推出了樱花款。 真正实现了为日本人送中的愿望。 如果说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,前国务卿赖斯,歌坛天后彪昂斯与雷哈娜。 这些叱咤风云的女人,与中国有什么共同缘分的话? 那大概会是她们都戴许昌假发。 许昌,这个早已经被很多中国人遗忘的城市,却生产着全球90%以上的假发。 中国假发已经成为老外刚需,尤其是水质质量堪忧的加州。 谁家还没有几个秃顶呢? 一提到假发,全世界想到的只有中国。 除了这些之外,还有占全球打火机产量70%的少东小镇。 油化生产大省广东,红木家具出口大省福建,比基尼大户东北等等。 曾经,有一名美国记者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。 发誓一年不用中国制造,只用美国制造。 其结果是,整年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。 生活消费飙增,甚至入不敷出,其结论是美国人完全离不开中国制造。 直呼上曾有一个回答,苹果公司什么时候才能倒闭。 虽然美国傲慢,但是却仍有很多我们学习的地方。 正所谓事宜长计以至于,苹果公司软件硬件和设计美学的极致融合。 才是长达十年多不衰的原因。 它背后的资本力量、人才体系。 产业链渗透都是值得今天中国制造所借鉴的。 当然,如果背地里放冷箭。 不正当的竞争和压抑的市场环境,终究只会害人害己。 正如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所说,正如一个富人对住在附近勤劳的人来说, 他可能比穷人更愿意花钱买东西,富有的国家也同样是一个好顾客。 贸易限制措施期望使我们所有的邻国都陷入贫穷。 往往会把对外贸易弄得无足轻重,为人所不齿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